每个地方的名字就像一部纪录片 而宜兰的旧名Gavalan 跟现在完全不同 尽管时代变迁 但Gavalan这个名字却深植人心 成为宜兰人对外的一张名片 Gavalan这个名字最早在文学 就是17世纪的中文 就是那个人从西班牙人 1626年占领台湾北部 因为那时候把宜兰这个所在 叫做Gavalan这个传教旗 是怎么叫Gavalan 因为那时候住在现实宜兰 像这一人就是Gavalan 意思就是住在平原的 南洋平原水稻是密布 每个人都有河川 整个早上坐那里停到罗东 因为世界十六七世纪 大航海时代 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跟我们对外的关系 交易往来的 贸易均匀 均匀 说四百年前 当然那时候是青山不是黑山 那时候汉人还没进 汉人其实 大航海时大航海时代到一七九六年 五三串的汉人来宜兰 他说走路路 他说海路来欧洲港 头生 第一个生 他叫头尾 所以宜兰有很多名叫 生还是尾 他来两个族群会冲突嘛 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围起来 然后头生 然后有头尾 二尾 三尾 四尾 五尾 一直到一八七五年 到宜兰改名了 那时候就说南帝 宜兰就是寻我去做后 就冰宜兰 所以有些古典名 古墓洋会冲出去 你就冲出去 宜兰的名字不只是一个称呼 更像一本书 一翻开就是一个世纪 透过认识 让我们重新解释自己生活的土地